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層,好高興見到大家 開始今集內容之先,試試自己的廣告 早幾天我發佈了文石首款手堅形閱讀器PALMER的開箱影片 配置了文石TAP系列的讀顯晶片,甚具特色 不凡看看是否適合你的心水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大約兩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去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兩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則是兩款E-ink新品的介紹 數算一下 原來Pocketbook在2023年已經推出了四款的新產品 分別是Inkpad Color E、Basic Luxe 4、Inkpad 4和Inkpad X Pro 現在又添加兩款6吋的型號 分別是入門級的Vers和旗艦級的Vers Pro 令到這個家族近營壯大 Vers Pro定位是高階的產品線 有Eso和Passion Bread 兩種顏色可以選擇 它配備有E-inkCata高清的電子子翼幕 解像度1072×14400 300ppi 它設有智慧光線調節功能 不論日夜都可以閱讀 內建雙核心處理器 512MB RAM和16GB內存 機身下方有實體翻頁鍵 用USB-C端口 可以作音訊輸出 Wi-Fi、G-Sensor 而且具有IPX8的防水等級 此外這一款產品是配備1500毫安的電池 口7.6mm重186g 今回Vers Pro主帶的功能 就是支援文字轉語音功能 能夠將任何的文字檔案轉化成語音軌道 在26種語言當中進行朗讀 只需要點擊兩次 電子書就會開始大聲去朗讀內容 此外是支援六種的主流音頻格式 借助藍牙技術 電子書可以輕鬆連接藍牙耳機 非常適合聆聽有聲書 而Vers就採用入門級的Iain Carter屏 解像度1024x768 只有212ppi 它的字體的清晰度是略低於Vers Pro 有Brice Blue和Miss Grace兩種顏色可以選 這個型號同樣具有實體翻頁鍵和Smart Light功能 同樣是雙核心處理器 512MB RAM 亦都同樣配備G-Sensor 電池容量亦都同樣是1500毫安 不過內存就只有8GB 但就支援MicroSD卡去擴充容量 Vers同樣是厚7.6mm 重182克比Pro是輕少少 Pocketbook這兩款新型號 支援直讀25種書籍和圖形格式 基本上主流的格式都支援 所以用戶就不再需要去轉換文件的格式 另外兩者都會保留了Pocketbook的最大特色 就是支援Adobe DRM檔 為用戶帶來多一重的方便 在價格方面 Vers的定價是129.99美元 Vers Pro就是169.99美元 預計會在稍後時間正式反售 不經不說 Pocketbook在過去半年 陸續推出了不同的型號 已經頗完整地升級了它的產品線 由6吋到10.3吋 由入門到旗艦 由閱讀到書寫 給用戶你都頗豐富的選擇 當然了 它們本身的產品 有沒有足夠吸引力來打動你 就是效果了 特別是對我們這些用慣 開放式閱讀器 講求效能 又本身不是用開Pocketbook平台的人來說 嗯…吸引力真的差一點點 但起碼我們會見到 Pocketbook是繼續有序地 去發展它們的閱讀器產品 期待在未來這個品牌 是能夠研發到 是足以吸引到 不是Pocketbook的忠誠用戶的人 都想轉用它們的產品 期待那一天 第二則 繼續是E-Ink新聞的介紹 Bingme和JD Read 在8月發佈了一款聯名的E-Ink產品 標榜是全球首款彩色墨水瓶 智能學練本B2 同時有黑白墨水瓶款的同類競品 例如漢王AI電子學習本S 懸富度小懸學練機等等 去相比是帶有優勢 若果你一直留意Pingme的產品 你應該會對這部B2有一股熟悉感 因為它的外觀和InkNote Color系列是相當接近 而硬件規格上 和它們的青春版亦都頗為一致 包括同樣是10.3吋的彩色卡拉多3屏幕 8核處理器、4GB RAM、64GB ROM、前後雙鏡頭等等 不同的地方是在於B2內陷了 專為學童而設的學習系統和資源 最大的賣點就是它們的裝置 涵蓋了由小學到高中的課堂資源 標榜內容是經過名校的三審三教 用戶可以在設定上選擇連級和學期 系統就會按著那個程度 就會生成練習給用戶完成 然後可以交給AI自動批改 附有難題解釋和課堂講解影片 讓學生能夠逐步掌握知識 此外B2有一個拍照手提功能 透過鏡頭拍下那個課頁題目之後 裝置會為你分析和提供解題思路 裝置內附一個AI模型智能問答功能 學生可以和它聊天,獲得靈感和解答 另有一個智能寫作 可以寫下主題,由它生成題杆和文章 以上這兩個功能應該就是BIGME 早前根深所附的Check GPT 分拆之後再包裝而成 除了上述的核心學習元素之外 B2也附有閱讀器的筆記和閱讀功能 以及內置了京東書城 可以原諒到用戶有空的時候畫畫 寫一下日記或者看電子書 此外,為免學生濫用這個裝置 只有得到家長授權 才能夠安裝第三方的APP 這一部是針對中國學習市場的彩色電子支平板 已經在京東商城那裏反售 定價是4,299人民幣 我們會見到Check GPT的興起 AI的火熱 讓今年具有輸勢功能的電子支平板 在中國多了一個熱起來的路線 就是針對學生的AI智能學習本 已經有不知的品牌推出了這一類的產品 我都在這半年其實介紹了幾款 重點是在題庫和學習資源上 以及整合了AI模型當中的各種便利的功能 成為了讓家長是趨之若目的學習神器 切中家長的痛點就是代表 縱然硬件其實可能不太好 價格仍然可以高期 人們仍然落於付款 而這一類產品亦都稍為填補了 現在經過中國官方整齊了補習市場之後 家長對子女學習的額外需求 重點是,現在的供應是遠遠未達到需求的上限 即是代表著這是一個大商機 估計在未來的一兩年 會陸續有同類的E-ink產品面世 這次介紹的B2 其實已經算是同類競品當中配置比較好的 包括手部彩色的 還要是用10.3吋的Kaleido Free Ping 相對已經算是沒那麼貴 但是四千多人民幣 其實在中國閱讀器市場當中 仍然是屬於最高價的那一批 我經常都在想,在教育制度 則重於公開市的國家或者地區 例如香港、台灣、南韓等等 如果有廠商是這麼厲害 可以整合到各科的題庫 有類似的自動批改、難題解釋等等的功能的話 再加上這個AI熱潮 應該都會有非常龐大的家長群 是很售落,是願意付錢買的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有類似的AI智能學習本出現呢? 第三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還要是非常高科技 它是來自美國德州的新創機械人公司 Eltronic和NASA合作研發的 Apollo機械人 這款機械人配備了e-ink電子紙 可以在不使用語言的情況之下 跟人類溝通 這款機械人的身高是5呎8穿 重量是160磅 每一套的電池組件可以運作4小時 它的外形跟人類相似 它可以輕易舉起55磅的箱 並且將它放入貨架和托盤入面 Apollo機械人可以通過平板或電腦進行控制 通過界面上的符號進行操作 Apollo機械人的非語言溝通方式 是它的一大特色 它使用e-ink電子紙顯示屏 在它的臉上和OLED螢幕的上半身 和人類進行溝通 E-ink電子紙屏幕通常會處於關閉的狀態 只有在需要處理訊息的時候才會打開 而OLED的屏幕就會用來顯示機械人的身份訊息 以及它當前的任務、電池電量等等 它的非語言溝通方式可以傳達情感、意圖和簡單的訊息 例如在對話氣泡可以顯示單詞和圖標 這種溝通方式讓這個機械人更加人性化 也讓人可以更加容易與它有一個互動 Apollo機械人的應用領域是非常廣泛 它可以應用在工廠、倉庫、醫院等等的場所 也可以自主執行一些簡單的任務 例如搬運物品、清理垃圾等等 同時它也可以與人有一個協助 去完成一個更加複雜的任務 例如裝配產品、檢查設備等等 Altronic公司預計這一款機械人 會在2025年在商業市場推出 暫時售價未明 不知道是否科幻電影的內容終於要成真呢 這個人形機械人預計在2025年面世 暫時的介紹依然還是主打在人類工作的協助上 成為人類的助手 但大家都見到今年的AI發展是這麼順满 兩年之後是甚麼光景呢 實在沒有人能夠預料 或者到時已經是時候實現 是AI人工智能那套電影 機械人好像真人那樣的情節 對愛書人來說 如果能夠實現叫到機械人念書給他聽 又能夠從那個機械人E-ing的念上看到那個文字 我想這個畫面是挺正的 不知道會不會出現呢 好,今集E-ing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讚好 我才可以讓到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這一段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g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g的新聞是相對沒有這麼廣告的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有空不妨補看回 例如上一集我就介紹了 懂得變色的小米CyberDoc2 是E-ingplicium這個可變色電子紙的有一次應用 都挺新奇有趣的 如果你看到這些可愛的東西的話 不妨也順勢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另外我有經營一個是勾啟牙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 內含大約是兩小時的教學影片和雜誌材料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影權限 以及你練習後我的批改意見 另外若果你或者你的親人是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或者相關的配件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碟E-Reader Pro那裏逛一逛 最近就上架了Hybrid兩部新機 Gaze Note Plus CC和Gaze Mini 另外DoJory類子網亦都在近日支援寄去台灣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今天的內容大約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下期Yang Weekly見,拜拜